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慶 65路呢 我們要來追這個 駱羽松 可以看到我後面就是以他們 駱羽松很文明的這個 苗栗大湖福人居 那他剛剛開上來的山路啊 稍微有一點陡峭 小孩都在後座 然後在那邊嚷嚷說 一定要這麼斜嗎 一定要這麼山上嗎 好恐怖 他是最後要進影地的那個 山路是有一點稍微的陡峭一些 因為他是平地然後直接上來 覺得有一點斜 可以看到我們後面就是很漂亮的 這個駱羽松 那我現在都學過來了 因為反正我們可以平日錄影 就知道他已經紅了 他已經變色了 好 我們再去 本集看點呢 阿山終於要來煮蠻仔麵刷了 他每次都嫌我早餐弄得很難吃 他都不想吃 然後他自己呢 要來下廚這個蠻仔麵刷當早餐 我就很期待 他會出成怎麼樣糟糕的樣子 我再來嗆爆他 本集會也會開箱一些 家裡漠 錄影漠都很好用的廚房小物 那當然最後我還會計程零去啦 那我們就看天去吧 我們搭好了 你看 錄影送一排 很美耶 那今天天氣真的很差 我們現在要把這邊長毛車到最旁邊 讓他們可以進來 因為他們有比較多 然後我們明天就走了這樣 我們搬家了 還蠻酷的 我們移到這邊 也是很普美的 哇 今天真的搭了很久 然後小孩又鬧脾氣 那今天這個是本日佈置啊 那我們把它弄成這樣 一樣是一個L型 然後後面吃飯的地方 冰箱分別 那看得緊就是這樣啦 我東西就把它收在可以盛開這個遮疊箱裡面 沒有拿出來也不會髒灰塵 那這個收納箱要結團囉 大家想買的要跟上 開始下雨了 我們又要全改了 天啊 我們把桌椅整個往後移 難得大家頂過 然後沒想到也沒有比較輕鬆 今天午餐吃 富貴雙方 這個很厲害 這個擺在年菜的桌子上 本來就很厲害 何況我來錄音是這個 這個很好吃 這個去年我們也吃過嘛 這個超好吃的啊 我好喜歡吃這個 它也不會很貴我記得 對 它不會很貴 等一下我要吃10個 哦 你慢慢吃啊 反正 這記得要多走路啊 哈哈哈哈 這個我要用鍋子蒸 然後小火慢煎 這個我要用小電鍋 三管齊下 嘿嘿 小火 小火 我家拿走 然後再一次 一口褥子 就好 就好 你看 好 就把你來 舖子 就好 從小月 然後再一次 去燃爛了 就是 我烹爛了 啊 或者我 你要不要挖 好 就好 在爬爛會 不要 就好 在爬爛 我要去倒水 再加這個湯 晚餐一餐 午餐! 煎煎蛋蛋完成了 不會太突然 但我覺得這樣最方便 好香 這個很燙 火灰酥飯 超好吃 超濕的 超濕的 很好吃 要加一塊這個火灰 整個拿下來這樣就好吃 我一想要吃 它很好喝的湯 好喝的湯 現在就是這個開箱廚房好煮的時間啦 我挑選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我要挑家裡能用 然後露營也能用的 這樣CP值比較高啦 今天第一個要幫大家介紹的就是前面這套鍋煮 它是六件組 18公分的小湯鍋 22公分的淺湯鍋 跟26公分的平底鍋 它們的材質都是陶瓷不沾 還有附兩個蓋子 然後還有一個把手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就是有沒有必要在額外買鍋子 其實我看啦 大部分露營行手都會自己帶鍋子 然後可是到最後呢 就會入手這種五八手的鍋子了 那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 收納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這一組鍋子 全部都可以對疊起來 非常方便收納 它的顏色是杏色奶灰色 所以它蠻特別的 而且它就是外面跟裡面都是同樣一個顏色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第二個廚房好物呢 就是這個噴油罐EVO 我換它換很久了 我本來是用那種噴油瓶 它是你沒有了就要換 EVO的噴油罐是很多人都說 它唯一碰到沒有肉油的 就是它家的 那它們呢有三個材質 不鏽鋼、塑膠跟玻璃 那我是覺得 不鏽鋼跟塑膠比較適合帶出來使用 然後玻璃的話我就是自己在家用 它可以調比較大的 然後比較一束的 那它也真的噴得很散狀 覺得還蠻好用的 第三個廚房好物呢 就是這種餐具 這個呢它是韓國的這種漂亮的餐具 其實我也有在淘寶賣一些比較便宜的 可是它才用幾次 然後就變色 然後就裸漆 真的很可怕 韓國的餐具呢我已經用了好久了 應該有半年到一年 就是同時勤賣的劣質的餐具都已經變色了 但它們家的完全沒變 所以我真的超級推薦的 與其你一直買一直換 然後不知道自己吃到了什麼 倒不如買一個品質比較好的 這一組呢它有非常多的顏色 它也超級好看又好用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之前有開過團的這個長杏保鮮盒 你家的冰箱整不整齊就是靠它們了 大家應該都看過我那個烤肉四寶吧 就是用它來裝 就是除了可以幫知道耳分音箱更為整齊 然後你帶出來露營啊 它也是一個盒子 那你吃不完也可以帶回去 有一些營區它標榜說 你垃圾要自己帶走 那有這種的話 就不會有包材的垃圾 我覺得非常方便 剛剛分享在家裡用在露營用 都很好用的這些廚房小物 百姓的朋友灌餐具跟這個鍋子 那也是維基益州的團購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參考下面的連結 還有下面的留言跟說明欄囉 阿山在抱怨說根本就吃不飽 所以我們直接煮晚餐了 那我會煎牛排它煮泡麵 它導熱真的超級快 很好吃啊 所以幾半 六十八十八 很簡單一點用手喔 特級廚師也吃這麼簡單的料理嗎 是啊 怎麼那麼 你那個泡麵看起來很軟耶 不會啊,一定是軟硬度剛剛好 好 魚蟹都在我長公司內 我連那個算那個罵小孩的時間都差不多 好,那我先吃一口看看 然後就太軟 哈哈哈哈 看起來就太軟啊 所以你們要兩個玉米湯是不是 嗯,一了一個 我跟爸爸喝奶茶 你們兩個喝玉米湯 海盜也會死啊 你不用說 你兩個 要玩那個小抽玉米 小抽玉米湯 好吃 媽媽 不喜歡你 不喜歡你 你們在吵架是嗎 哪裡,Windy 別再跟著你說妙,小抽 他說妙,我愛你這樣 妙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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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媽,你愛我啊 他怎麼這麼愛你 我們KINGHO電台又再開團了 還有男手把個男氣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要跟起來 那這是毛的喔,可以定時可以調溫度 還不錯 兩張雙人床 只要用一張電炭 是比較不夠的 這邊就會有點冷 所以最好是兩張雙人床就買兩張 你看,等到我 來,進去 我起早了 腳好病喔 腳好病 現在要來接Switch來玩 第一次試試看 把車當投影 然後我們在玩這個馬利歐賽車 這個,Switch 而且我買的新椅子被他們巴掙走囉 我會使用這個三水的浪音小 毛米因為他沒有那一件男鴨 所以我們就是接個AU插到這一台 啊把這一台打開 對這兩台已經串了 不過他們已經自動結起來了 覺得很方便耶 然後再去由置於舐廟 這種就在家裡 鶏 鶏 還要開 骨頭 油 濾 水 浸泡 水 塩 就好了 好吃 烧烈 就是上一次 沒喝完的 但是現在 它始終沒被喝完 乾杯啦 這麼奇怪 我們要睡啦 大家晚安啦 歡迎收看特級廚師的小教室 這麼突然 對啊 我還在裹粉 就是要讓你猝不及發 對 我們今天特級廚師真的是超上早班的 他從來都沒有這麼早 我們來掌聲鼓勵你 真的 我今天七點半就起床了 就為了煮我夢寐以求的早餐 今天要來煮歐花米霜 為了療標我的不尊重 你看 草莓塔 我已經準備好草莓塔 要看你表演了 因為你每次都會這麼機車 然後說 精心製作的早餐這麼難吃 那我也要用草莓塔來激你 我沒有說你做的早餐難吃 有 你要看見自己集嗎 現在是怎樣 我是要就告訴你說 你原本輕易得罪 是很容易忌恨的 好 草莓塔跟檸檬塔也在開團 裡面有一整顆草莓喔 我還沒吃過耶 這是生機般的 自從出現草莓塔 這個已經從檸檬塔改成草莓塔了 他如果知道裡面有一整顆草莓塔 他一定瘋狂 就不吃你的挖米霜 不可能 我有他最愛的大草 他最愛草莓塔 我現在在幫蚵仔穿衣服 我不能教別人太多 你為他穿衣服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穿 他就是冷而已啊 他就是冷啊 真的 今天早上蠻冷的 我本來不想起草了 想說算了 今天就罷工 今天就靠我草莓塔度日 對啊 你的理智還是戰勝惡魔嗎 沒有因為我太想蟲粉了 我怕大家沒有看到我會失望 所以我只要努力的發起草 蟲粉料理 我阿米蟲其實是蠻複雜的一樣東西 但不過呢 還好有網友推薦 即時的禮包 卻有不少麻煩 感謝你決定了 對啊 恭喜你成為我們第9999位徒弟 你哪有多徒弟我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就在剛剛完成第9999位 1到9998位都是0 都是空號 都是不知道是誰 希望一萬得主好不好 趕快出現 趕快出現 對對對 超爛 先把趕快丟下去煮 因為我沒有看過阿米蟲的 煮的過程 但我知道你這樣弄得 是有點排歌 真的是這樣做嗎 看很多西服做啊 大部分都有補粉 就算我只看一次我也做得出來好不好 為什麼 我感謝我那個第9999位徒弟 因為他讓師父省去了不少麻煩 師父直接幫你晉升為熟悉 大弟子 昨天我們有唱聖誕快樂歌 發在IG上 你自己說你唱 聖誕快樂歌 台語版是怎樣 還不賴阿 有一個人就私訊我 他就拿正確台語版的聖誕快樂歌 所以我可以提供給你 他剛好這麼用心 對他就是這麼用心 對他就是這麼用心 好啊那恭喜你 成為我們第一 成為我們第一萬二的土地 就是來的這麼快 短短的十分鐘以內 我們就遭受到兩個土地 不是遭受到一萬個土地 恭喜我們直接破萬 就是這麼簡單 真的很白癡 那你那個不用拿啦 對 不知道 哎呀死定了 應該要去洗手 你就不去洗手 你在戶外生活好不好 怎麼樣 你就不要拘泥這麼多 你的手超髒欸 你可以趕快去洗手嗎 我們擦擦就好 哈哈 該洗不洗 不去洗不去洗 不去洗 不哭喔 哈哈 很遠欸 哈哈 做人不要太難 該洗手的時候 要去洗手好嗎 阿伯強勢回歸 哈哈 好像是 比較不會縮小吧 獨地介紹的 這個 客宅面前 好市買就買得到了 你在家就可以 輕易做醋 烏阿米茶 它有附醋嗎 我怎麼沒看到 沒有醋啊 哪裡有醋 裡面沒有醋啊 哈哈 我叫你要帶醋欸 是你說裡面有醋 我超不爽的欸 我叫他帶醋 他不帶 說裡面有醋 然後我叫他帶那個 把蒜泥打 蒜泥的蒜泥雞 他也沒帶 烏阿米茶 沒有醋能吃嗎 可是呢 既然呢 他沒有附 那就表示不需要了 他沒有附 不代表不需要 你有去外面吃過 哪一個 烏阿米茶 沒有醋 如果今天這道烏阿米茶 跟我平常吃的不太一樣 我就會不爽 要什麼沒什麼 那我手在幹嘛 叫你帶完你也沒帶 欸你確定是這樣子 告訴你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了 你冷靜了喔 我是怕被別人說大頭症 千交代萬主婦 我就想說裡面有泰白粉 那麼厲害 連泰白粉都有 我就在忙 然後 我跟你 我先第一句 我先交代了你 說欸你去看那個面線 裡面有沒有醋 然後你沒有回我 我就會覺得說 阿有 你想來繼續屁阿 我看你可以屁什麼 我看你講 千錯萬處不是我的錯 就是我想要這樣要的部分 懂了嗎 我不懂啦 我們要加大腸了 我不想理他 水不夠多 加一點水 他這個份量蠻多 你泰白粉是不是沒有用阿 我有用阿 可是沒有用完 因為我用錯方法了 他要加冷水 我加熱水 因為我剛才很生氣 所以我就隨便用水 他就勾著一塊 倒不下去了 所以我剛剛去毀屍滅劑 我就是覺得大腸麵線沒有加醋 這失去了他的靈魂 就跟泡麵沒有加帶 自己一樣的道理 各位說對不對 因為我收到一萬個土地 所以我就決定原諒他 加這個大腸 可是阿姨都不是這樣子 阿姨都加在碗裡面 他不會加在鍋裡面 我這時候為了好看 阿姨是為了要賣給你吃 來來來 那個蚵仔我們也加下去 我們也是都是下重本 自家種的香菜 完成 好厲害喔 你也不顧就是狗給蚵仔而已 大腸是你買現成的 你在那邊 欸 怎麼講出來 我以為大家都知道 這是我們的商業機密 一煮好就起草 他根本專業的 專業的吃貨 專業文箱吃貨 貝貝阿 草莓塔跟蚵仔米酸 比較想吃哪一個 請選擇 看到了沒 貝貝阿 草莓塔跟蚵仔米酸 比較想選哪一個 蚵仔米酸 嗯 果然是爸爸的小孩 他說他想吃蚵仔米酸 但是他拿著草莓塔 試吃時間 我現在要來試試看 他做的蚵仔米酸 我告訴你 我平常吃蚵仔米酸 就是不加醋的 好嗎 我告訴你 我平常買回來的蚵仔米酸 他都已經先加好醋了 好嗎 原來是這樣 欸就是蚵仔米酸 怎麼我越吃你 等一下請問一下 不然他是什麼 怎麼我越來越吃草莓塔 我知道了 因為你只加了一點點太白人 所以他不夠 所以我穿衣服的蚵仔 吃起來了 不過來吃吃看阿姨的大腸怎麼樣 你看你真的很沒有誠意耶 怎麼等一下 我沒有沒有誠意 我是貴求來的 我等要吃 他平常是不亂賣的 我等要吃 好不好 好啦 大家可以買 好好吃喔 我先來幫大家導覽一下營區啦 營區的話這邊呢 就是它的入口 這樣入口一直開上去 路況的話就如同我一開始講的 我覺得它就是進營區的 有一點陡峭 因為它是突然感覺好像抽高 你的海拔這樣子 算只有最後一分鐘會緊張的這個營區 營區一進來呢 右手邊就會是我們今天大家的這個 洛宇松區 那這邊呢 它有一場牌 然後都種滿了洛宇松 非常的漂亮 但營主說上禮拜最好看 現在我們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要掉光了 我們這12月中後巡來的 接下來就帶你們參觀一下他們的衛浴 洛宇松區旁邊就有一個衛浴喔 這裡呢也有冰箱 這裡呢它就是洗手間 有兩個敦式的一個座室 還有小便頭 這裡就是他們的洗澡間 沒什麼狀況 比較久一點 然後也沒有沐浴瓶喔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吹風機 建議自備 這裡呢它是階梯式的營區 所以就是走跳路 然後往上這樣開啊 他們也有民宿 往上走這一區呢 是茄冬樹區 可以看到它這邊可以看到 洛宇松的頂 這樣晃一排就可以看到 洛宇松的頂端 是不是也蠻可愛的呢 我們今天是平日來嘛 然後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茄冬樹區這麼多人 然後下面的洛宇松區 卻比較少人 所以有這個原因啦 茄冬樹區直接看到洛宇松的頂 超級漂亮 這邊真的是隨便拍都好看 茄冬樹旁邊呢也有一個衛浴喔 這一區呢是VIP區 旁邊還有一個小桌椅 我覺得還不錯 這邊進來的路真的蠻窄的 這裡呢應該就是有民宿嘛 然後前面是也可以搭 好啦那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引主規定禮拜五 11點前要撤掌 所以我們要趕快熟了 那來分享一下林區的心得啦 我覺得這個林區真的是很不錯 而且它又有結合民宿嘛 所以有更多元的可以讓大家來民宿 不會太晚這樣子 那唯一的就是它的路真的是比較陡窄 可能下雨天或是晚上夜錯的時候 就真的要再特別的小心一點 那最後提醒大家 我們團哥的商品 都會在下方連結 還有下面留言 還有下面留言說明欄 想敬請入獄 還沒訂閱我朋友團約我 有沒有開始想 那是要收到我這支影片呢 我們知道那就這樣 掰掰 掰掰 我們在網路上學到 收睡帳的過關 就把它全部都扣向 然後留四個角 然後 再燒 它會摺得很整齊 謝謝網友 謝謝網友 他說他自從看到了 他是不是有史以來 六十幾度以來 最整齊的意思 對 六十 我看六十三 就知道你前面都在亂收 對 我以前隨便丟一丟 哈哈哈哈 反正有塞進去就好了 哈哈 謝謝大師 謝謝那位網友 厲害 謝謝 教會我許多事情 哈哈哈哈